我是在你眼中的 大家好 我是顏亚伦 赵老师啊 如果真的想要跟我换脸 能不能麻烦你 拿别人的脸来跟我换 要顶着你的脸 见人 我是在 没脸见人 好啦 浪费这首歌 确实是和我有关系 但和大家想象的那个人 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CP粉 你们别再脑补了 不要浪费你们想象力 我的生活 比你们想象中精彩多了 我其实真的可以特别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吐槽我 因为嘛 我讲话 就是比较直接一点 比如说我就是说过 《飞人海》里面 只有吴孙和我是朋友 现在好了 全网的人都知道 我跟他关系好 就无尊不值啊 最近 我还参加了一个网纵 演员请就位 和陈凯格导演 学习到不少 我一听这个节目 来宾有一个导演 拍的电影非常烂 没实力 只会说 我听了 哇特别兴奋 想要来吐槽他 结果一看 是毕之飞 我以为郭敬明呢 毕倒之前 还因为豆瓣评分 拿起了这个什么 法律武器 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放下锅了 到处的起诉别人 我说毕倒 饶过我们法官行不 每看一次证据 就要看一遍你的电影 谁受得了啊 太少了 后来后来 有一个法官 当场顿悟了 在当庭就跟他说 毕之飞 你不要把咱们法院 当成电影院 快停止你的路言 柯杰 围棋冠军 真的挺厉害的 佩服佩服 小的时候呢 我总以为这个围棋选手 就像那个奇魂动画片里面一样 特别帅 手指拿得起 提起 之后加紧 最后用中指 将这个棋子 落在棋盘上 指尖发光 行走 咱们柯杰不是这样的 永远都是这么的沉稳 冷静的 把棋子放在棋盘上 下错了 行走行走行走 好 好 柯杰呢 在输给阿法狗的时候呢 就经常在网络上面放炮 跟我一样 怼网友 怼天 怼地 别人生孩子 她说成 小蛋 有人说她是什么 说她情商低 其实呢 她可能是在舔狗的时候 被阿法狗给咬伤了 您 是一个打野选手 我自己也玩打野 打野背负了 真的是整队的命运 赢了 我打野打得好 输了 是上中下 那三路带不动 上个热搜 还得靠我 听说您呢 上节目之前 还去做了这个 做了什么啊 光子嫩夫是吗 非常注重形象 不过好像因为 谈个恋爱被雪长 分手还要给分手费 我说你不是个艺人 你传这些做什么呀 当然啦 作为艺人 被传这些也不是很好 很浪费时间 我还听说她最大的爱好 就是买鞋 一年呢 花在鞋子的这个 费用上面 大概几百万吧 我就纳闷 这电竞选手 不都坐着比赛吗 看不到鞋啊 难不成你是边比赛 边使劲地想把脚往上抬 这队友突然说 嗯 谁游戏打得这么臭啊 是吗 P.D.D. 一开始 我还以为 跟我们一样是个组合 说的是王建国忽兰 他们三个人 P.D.D. 胖嘟嘟组合 我刚才在进第一个地方 他们签名的时候 看到P.D.D.的签名 特别简单 如果他拿冠军 也这么简单就好了 其实我挺感慨的 当年呢 我梦想中的演艺圈 是沙滩 红毯 嘎那 跟毕之飞一模一样 但是我努力了这么久 今天却要来吐槽一个 完全不认识的游戏主播 这一点也和毕之飞一模一样 我说演艺圈就像个围城啊 毕之飞想进来 我想踹他出去 不过说真的 这些电竞选手 确实呢 都是年轻有为 后生可畏 想想我出道那一年十九岁 感觉已经够早了吧 但你们想想 您 六岁 天才四岁 P.D.D.才一百八十斤 说到P.D.D.有一件事情我特别佩服你 听说你花了七位数买一首纯音乐 我是不知道有多纯啊 可是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团体的歌 例如说这首 每当我的目光 锁定你的目光 绣除我的花样 我有我的羊 就这样子 我唱得不错吧 你买不买无所谓 我只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全国的观众 我唱也不车祸 但说来惭愧 每次呢 唱歌车祸现场总缺少不了 《飞轮海》三个字 确实 那场车祸挺明显的 但是别急 各位看官们 你们再仔细看看那个视频 我都不在台上 我都没上车 车是他们三个人开的 那天 那天 那天我人在医院 碰巧这个医生呢 是我们的粉丝 我看他满脸紧张的 跑过来说 诶 亚伦 我听说你们飞轮海 出车祸啊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 其他三个人怎么啦 之后我就经常 有收到这个网友的评论 留言给我说 你们一定是平时呢 假唱太多了 一争唱就出事儿 我其实在这边想回他 我们是打从那一天之后 才开始假唱的 想想 其实小时候的我也挺蛮横的 对于假唱 抵死不从 本来嘛 我就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 好不容易有了这个舞台 却总是不让我争唱 什么意思啊 就跟我们热爱打游戏的人一样 我们绝对不使用外挂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什么行业 我们都得对得起自己 也要对得起支持自己的人 谢谢大家 我是亚伦